沒有 他現在就先到就職演說 之前他就先來 一定要先交代才行 對 先交代 520還有一段時間 你看為什麼一當選 馬上隔天就要飛過來 就是看你的就職演講稿 要怎麼樣處理 我相信解放軍來講的話 這時候更放手來做 不管是灰色地帶的挑釁 或者幹嘛 他是更放手來做 原來他還抱著一件希望 你會不會有國民黨的人來當選 現在民進黨當選 他就放手開幹 後續來講 我們不管是可能軍機 可能又不只是到中線 可能是更逼近到濱海區 淋接去24海里 或者是奪取你一個外島 對不對 或者是說封鎖你 或者是把你海底電纜給你切斷 我覺得這些都很可能是 解放軍後續會做的一些動作 我們大家就後續要等著看 其實美方即刻派代表團 到台灣來的訊息就是 很明顯的告訴大家 他擔心台海局勢 所以台海局勢有沒有風險 不只我們這個國內 國際 很多媒體都在關心 才會認為台灣這是選舉很重要 大家在觀察 陸方的各種聲明 蠻強硬的之外 日本呢 怎麼看 這個是在維護選後 台海穩定的目的 很清楚 布林肯直接去會見了中日外交官 兩個人討論什麼 討論中東局勢之外 當然就是要維護台海 南海和平的穩定的重要性 台灣如果有事 日本人就說會不會有事 當然就擔心台灣有事 前提是如此 所以日本人就要設研究小組 專門制定離島撤離計畫 考量的是萬一台灣有事的時候 要制定重省縣 仙島 群島 這些地方有安全撤離計畫 新年度在內閣官房長官所成立的 專門研究小組裡面 專門研究這件事情 拜登其實真的很忙 他到底有能夠分身 可以顧到多少地方他所謂的朋友們 例如像鴻海 鴻海危機就是因為有一直不停的 有夜門的青年軍發動了轟炸 所以拜登也就在國會沒有同意的情況之下 直接新年就在度假的同時召開國安團隊 直接發動了轟炸 在進行擬定了12天的外交軍事規劃 拍板打擊青年運動70處的據點 以至於這個鴻海的動盪很多的航運 一直被轟炸被攻擊的情況之下 二度他又空襲了夜門的叛軍 拜登說伊朗的部分他已經私下智慧 當然也不希望這個戰爭是過度的擴大 所以對28個據點進行空襲之後 打擊超過60個目標 所以這個青年運動立刻威脅 對此做出強烈且有效的回應 大家都還在看伊朗會不會有什麼反應 或者夜門的這個反叛軍 還會有沒有什麼動作紅海這個危機 當然全球的這個油價啦運費都大漲之外 更是擔心還有沒有可能影響再開戰線呢 那有沒有違法拜登下令要空襲夜門這件事情 是國會的部分很有疑慮的 美國眾議員康娜就跳出來說 憲法第一條規定 美國總統如果要下令攻擊 要幹嘛呢 必須要先告知國會 不管在白宮的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他都會堅持這一點 他直接跳過了這些議員 自己下了決定去轟炸 國會很有意見 包括美國眾議員波肯也說 美國不能冒險捲入另一場 未經國會授權 而且長達數十年的衝突 繼續空襲夜門之前 必須跟國會合作 但問題是他已經空襲了 接下來要怎麼去跟國會說明 在很多的分析裡面認為 法新社報導 拜登希望針對青年運動空襲 能夠讓他在國內外展現出硬漢形象 為什麼 因為接下來就換他選舉了 11月就換美國大選要登場了 外交一直吃憋 或者是沒有辦法控制住局勢 對拜登選情不利啊 所以他希望透過這樣的運動 來把鴻海控制住嗎 還有如果青年運動持續攻擊鴻海 會影響國際航運之外 運價 糧食 汽油都會飆升 不過他轟炸的確立刻放油價飆升 反而影響拜登連任的希望嘛 一切都是為了選舉啦 選舉考量斷 拜登要擔心了 所以全球能源站來了 美英攻擊夜門叛軍 推升的油價 百分之一 拜登說他很擔心油價 還有這個走勢 但是原油出口 結果搞了半天一樣 就像當初封鎖俄羅斯一樣 美國還是局部的衝突大贏家 因為國際能源署統計啊 去年12月最後一周 美國對海外的石油供應桶的量 已經日均是391.5萬桶 增加多少 不少耶 變成529.2萬桶 增幅一天是130萬桶 而賣到國外去的呢 更是增長了35% 所以大家需要有 可能在中東這裡的航運 各方面的危險性的時候 又漲價的話 那誰獲利答案很清楚 所以制裁沒有解除 有一個現象被媒體發現了 去年11月美國進口價 價值將近75萬元的 美元的 什麼呢 哪裡來的原油呢 俄羅斯原油 它標誌從2024月以來 這個美國實施能源禁令以來 的首筆交易 那當然這個交易 可能就會對歐日 都造成影響 它不是要求大家都制裁嗎 那結果搞了半天 它自己也買了不是嗎 將近我們在看這個 國際局勢裡面 擔心台海有事 就是日本周邊的狀況 當然美國能不能分身法術 也是一個重點 我特別先說明一下 我們這個標題 拜登繞過國會 這件事情 我特別要說明一下 其實也是我們所擔心的 拜登沒有繞過國會 因為他不是宣戰 因為國跟國之間 才宣戰的話 你要經過國會同意 轟炸 他如果說 他說他這次只是軍事行動 就跟普京說 他是特別軍事行動一樣 那我特別為什麼要講說 這句話很重要 其實這個中共他們 對台灣也有通過這個法律 就是說對台灣來講 他叫做 這個非戰爭行為狀況下 是軍事行動準則 就是說他把台灣視為說 他不是你不是國家 對 我如果說要打你台灣 你是國家我才跟你宣戰 如果你不是國家 你是我的這個 國內的一個 我們之間國內的一個問題的話 我不需要跟你宣戰 我就直接可以打你了 所以說拜登正是 文字的灰色地帶 對 文字的灰色地帶 這就是讓我們比較擔心 拜登也是利用這種 文字灰色地帶 他沒有經過國會同意 他說我只是軍事行動 普京當初也是用這種話 但我特別講 我們台灣現在目前在關注旋律 其實這就是鴻海 這是胡塞組織很嚴重 真的會嚴重到什麼程度 不是影響運價 其實已經影響到特斯拉 還有富豪這兩家的車廠 已經停工了 他供應鏈已經斷掉了 來不及生產 供應鏈已經斷掉 美國拿胡塞組織 真的一點疲疊都沒有 你去轟炸了兩次 他繼續給你幹 他逛逛 他兩顆 他兩顆飛彈繼續打過去 你知道那個島長 那個我們講 曼德海峽長什麼樣子 海峽本來就已經很窄了 他中間還有一個島 叫匹林島 然後匹林島 這邊是大峽 這邊是小峽 然後那個很奇怪 那個大峽海底下面 那個礁石淋漓 船不能走 一定要走小峽 小峽只有兩公里 也就是他用砲就可以打你了 那你怎麼去弄 那美國現在用飛彈去打 我跟你講 美國應付福塞就像什麼 我舉個例子跟各位講 大家知道他美國有多煩 就像是因為晚上睡覺 有一隻蚊子這樣 一直吵 對不對 好幾隻蚊子 他不怕你打 對不對 他好幾隻 然後你拿大砲去打他 現在美國就是這樣 拿大砲拿那個飛彈 對不對 打了 將近一百枚的徐印飛彈 找不到補銀拍 只好用大砲打 一枚兩百萬美元 然後就兩億美金去了 結果你還是沒打到他 因為他不怕打 他是找不到 他叫拖鞋軍 他穿著拖鞋刀亂跑 你沒有目標 他其實他已經 非常的驍勇善戰 他跟誰打 他之前是跟阿拉伯打 跟沙特打 跟阿聯酋也打 因為他們是 伊朗支持他的 所以沙烏地阿拉伯 拿他一點辦法也都沒有 現在美國來講的話 只能拿大砲去打蚊子 那到後果來狀況來講的話 我覺得就是美國被拖下水了 其實對美國選情來講 反而會不利 這後續來講很難很難善聊 超過回來我們有更多深入的討論 馬上回來 台灣的選舉剛剛落幕 全球很關注的 當然就是台海危機 可是其實有一個地方 紅海影響著全球 大概所有的原物料 還有整個物資 所有的紅海危機 在經過美國轟炸之後 可能還有什麼樣的發展 紅海的危機 最主要其實是對拜登的考驗 為什麼呢 因為拜登在他任內 其實做了幾件事情 對於這個夜門的胡塞運動 其實是有幫助的 比如像說他要求 他施壓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不要再介入這個夜門的內戰 那這個其實對於沙烏地阿拉伯 對於美國跟沙烏地阿拉伯 之間的這個同盟關係 其實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那同時美國把這個胡塞運動 把它取消 因為他把它從這個 所謂的這個反恐 所謂的恐怖分子的 這個清單上拿掉 那這些都是拜登政府任內的 所以現在共和黨 就把這些當作是 拜登政府的這個施當 就是說你做了這些事情 所以讓沙烏地阿拉伯 沒有辦法再有效的 去支援這個夜門的 原來的這個政府 然後讓這個胡塞 胡塞運動繼續做大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他現在不單做大 他現在已經成為一種什麼呢 成為一個整個聯盟體系 就是整個仇視 美國的聯盟體系 他除了這個 這個夜門的這個 胡塞運動之外 還有什麼呢 還有黎巴嫩的真主黨 然後還有伊朗 甚至背後還連結到 這個俄羅斯和中國大陸 他說這樣整個 反美的這個聯盟呢 其實就是對於 美國最大的一個考驗 如果美國不能有效的打擊 美國將會使得這個聯盟呢 更加的大膽的去挑戰 美國所維繫的這個 國際秩序 包括所謂的 航道的自由通行 而這是為什麼 拜登要去做這個行動 要去採取軍事行動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要去 預先防止共和黨 在國內對他的一個挑戰 那當然這裡頭其實 也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實際上 因為他這個 這個在鴻海上的這些行動 剛才將軍講到就是說 對富豪汽車 或者對這個特斯拉 全球供應鏈 其實還有 因為這條航道 其實哪一個國家會受惠呢 這條航道的這個 航運的利潤 埃及會受惠 而埃及是美國主要的盟國 那大家知道其實埃及也是 有好些年 埃及是全球 接受美元最多的國家 那所以說當然 這裡頭他就變成說 你如果美國不出手 以後你的盟友都會離開你 包括沙烏地阿拉伯 已經為了要 尋求俄羅斯的支持 去買俄羅斯的柴油 雖然美國在制裁俄羅斯的柴油 但是沙烏地阿拉伯 去跟他買他的柴油 包括以後埃及 會不會也倒下俄羅斯 所以為什麼拜登一定要出手 他國內的政治考量 當然也是因為他整個被認為說 他對於中東 他有一些重大的這個失算 所以他要彌補這個問題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 台海會不會有更高的 螺旋攀升的風險數 那麼從日本 美國的反應可以來觀察 我覺得這次看台灣的反應 你如果看英文的媒體 特別是英美的媒體 他們都強調說賴清德的當選 是給北京打臉 就是說可能是更激怒北京 但是你看中共國台辦的反應 我覺得他們卻看到了一個事實 就是說民進黨不代表台灣主流民意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中國大陸方面 他們並沒有要升高緊張情勢 可是美國方面很擔心緊張情勢會升高 為什麼呢 因為拜登總統講出了真心話 因為美國方面真心的相信 賴清德是要搞台獨 那也就表示說賴清德跟蕭美琴 所謂毒上加毒 並不是中共一廂情願的看法 並不是只是中共外宣的部分 包含連美國人可能都這樣認同 那現在美國人因為這樣認同 所以布林肯 他現在不止 就是說美國不止趕快派代表團 今天就已經抵達台灣了 剛才前面也已經討論了 馬上要去警告賴清德 現在包含布林肯 美國的國務卿趕快去見中方 中國大陸方面 然後趕快去見日本 因為他們如果不是堅信賴清德 可能要搞台獨 甚至中國大陸方面 他們也擔心中國大陸方面 對一個獨派的人單選總統 可能會引發的不安 他們何必做這麼多的動作 包含布林肯 馬上跟中國大陸的人要見面 還要去見日本 那日本也非常緊張 日本在討論說 如果台灣有事我們有事 日本現在已經要設研究小組制定 他們的離島撤離計劃 你看日本人比我們緊張到什麼程度 所以我們要看賴清德 在各方壓力底下 在他的所謂520就職演說 會不會明確的主張 他任內不會搞台獨 這件事情是未來觀察的一個重點 也是看靠美方把蕭美勤 作為監軍來施壓有沒有成果 那這件事情就要再幾個月 我們就會看到